锅气纯透 汤汁浓稠 酱香味浓郁 软烂入味 这是杭帮菜红烧鱼头的特点 第一步我们准备七星左右的青鱼 窄杀清洗干净 将鱼头取下 再把鱼头的牙齿给它取下来 这是腥味的根源 鱼头的肉用刀划上几刀 这样烧至容易入味 接下来把锅烧红滑一下油 这样可以防止煎制鱼头的时候粘锅 70克的猪油 下入鱼头 先将鱼头的皮部给它煎制金黄 然后再给鱼头来一个大翻过 尴尬 失败了 再来一次 这一次应该成功了吧 接下来下入提前切好的姜蒜 再次将鱼肉底部煎制金黄 然后下入几个甘烂椒去腥蒸香 然后下入20克的生抽 15克的老抽酱油上色 20克蚝油 15克海鲜酱提前蒸香 再加入50克的料酒 再加入适当的清水 摸过鱼头的三分之二就够了 3克的鸡精2克的味精15克的棉白糖 舀一点汤汁淋在鱼头上 稀释一下调料 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盖子煮12分钟 中途我们要舀一点汤汁淋在鱼头上 这样烧出来的鱼头才会更加入味 12分钟以后我们揭开盖子撒上胡椒粉 倒入提前破发好的红薯粉条 继续烧至两分钟将粉条烧熟 粉条煮熟以后我们转为大火收一下汁 将鱼头装入一个大盘子当中 明日葱段红椒条炒出来的葱油 一道转烂入味 将香味浓郁的红烧鱼头我们就做好了 黄帮菜红烧鱼其实就是一个盐跟糖烧出来的复合口味 重点就是收汁后一定要有锅气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将为大家分享餐味的水煮愉快 感谢大家的观看